宋大人 下朝之后 诸位官员在门口寒暄交际 见了我 纷纷失礼 我拱手还礼 和他们道了别 入朝一年多 这套流程早已烂熟于心 只是我刚入朝的时候 全然没有这样的待遇 名门出身的官员各自成派 看不上我这种出身中下十足的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 手握兵权的齐将军待我很是亲厚 而主管护部的和尚书更宣称我是和氏门生 当今之事 门法当道 任用的官员都出自门法世家 只是世家与世家之间 势力和根基也有差距 按我的户籍 我出身阮成宋家 本是一个中下的小氏族 而齐将军和和尚书却分属 落成骑士和影成和氏 都是世代勋贵 一等一的大族 我受他们清眼 自然地位也就水涨船高 只是他们私下还会议论 像我这种出身威贱的破落户 怎么就能得到两大氏族的支持 原因很简单 我的身份是假的 我并非是阮成宋家的嫡次子 而是齐家和和家联姻后 齐家女儿生下的唯一孩子 也就是和尚书的嫡长女 作为有着两大氏族血脉的嫡长女 从我出生以来 便千交百宠 众星捧月 然而 随着年龄增长 我渐渐明白 无论我出身多么高贵 最后都会成为联姻的工具 把命运交给一个不可预知的男人 就像我的母亲一样 就算贵为齐家女 嫁给我爹之后 也只能在父亲薄姓中日日以泪洗面 为了子嗣捏着鼻子给他 那一房房妾事 直到香香玉允 转变的契机是在我娘头妻那日 生了长子的小妾 迫不及待炫耀自己即将扶正的地位 竟然出来迎来送往 彰显自己的身份 我带着舅舅派给我的人 在他出言挑衅时 毫不废话 直接命人把他拎出去 割了舌头 那一刻的痛快 让我明白 权力 真的是极好的东西 而比起依仗男人给的权力 为什么我自己不能拥有权力呢? 少有人见过真面目的闺中贵女 掌管天下户籍的尚书父亲 可以依仗的外祖势力 这一切都为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只是父亲早已在娶 旭贤为他生了嫡子 他一颗心挂在他们身上 连面都少见 只能从外祖家下手 外祖其家几是殉爵 可到了我们这一脉 却人丁凋零 外祖父仅有舅舅和我母亲一子一女 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 而舅舅仅有一个儿子 先天不足 略有吃傻 虽可以正常生活 但却难以在朝堂施展拳脚 延续其家的辉煌 舅舅素来宠我 可听了我的话之后仍大惊失色 胡闹 我面色不变 成竹在胸 舅舅 还记得我小的时候与你推演君旗吗? 那时我刚刚十岁 却能与他推演几个来回 舅舅盛赞我有其家人的风姿 从那时起有意教我谋略 我的能耐 他是知道的 我软下语气 认真道 舅舅 以我其家的权势 宣儿入朝为官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他若想在朝中存活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世家门法当权 世家大族的子弟 莫说是略有吃傻 哪怕是刚出生的婴孩 都有阴风 舅舅的儿子齐宣 虽然先天不足 但是品评官绝不敢给他评下品 入朝认官是早晚的事 我知道舅舅人脉广布 可打架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谁能比得上他姐姐真心待他呢 说句饭忌讳的 现在这些人脉都巴结着您 可您若真有三长两短 人走茶凉的道理 您是懂的 我碰了碰舅舅的酒杯 我以男儿之身进入朝堂 我便是轩儿永远的顿 等到轩儿成亲 有个聪颖可堪重任的孩子 便是正正经经的骑士血脉 由我保着 何愁后继无人 靠着舅舅帮忙 我又在附近那里偷了印件文书 摇身一变成了宋家小儿子 宋建金 入世不久 一路青云之上 一年之内 连升三级 受御史之职 掌监察之权 傍晚的时候 我乔装一番 从后门进了和府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府邸 眼前浮现了父亲第一次在朝堂上看见我时 那见鬼一般的神情 那天回到家 他握着刚刚翻出来的户籍册子 看着上面造假的户籍身份 抬手就要打我 我嘲讽一笑 父亲尽可打下来 只是明日上朝见了陛下 怕是不好解释呢 他被我耿住 硬生生收回了手 怒骂道 你闯下此等欺君网上的大祸 是想让我们和家全部陪葬吗 我笑得更开心了 是啊 这可是诸九族的欺君之罪 所以劳烦父亲 可要好好为我遮掩 否则一朝败露 陛下可不会信 您是不知情的 如今我已掌一方权柄 他见了我常常是冷冷一横 没有好脸色 却再不敢轻举妄动 从前他对我娇宠着 却能够任意摆布着我 现下他对我冷着脸 却奈何不得 看哪 父权给予我的宠爱 不过是在不影响他们权威下的逗弄罢了 我礼礼衣服 实实然坐下 父亲待我没好气 你早已吩咐别住 又跑回来做什么 若是被有心人看到了 我们全家都跟你一起完蛋 我倾笑道 朝中皆知 我是何事门生 有些来往 有何不可 何端冷笑道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朝中搅弄什么 夺敌这种事你都敢插手 你要做死 别把我何家拉进来 可惜呀 晚了 我从袖中掏出一张纸推给何端 宋某今日前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 何端低防地展开看了看 脸色骤变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正襟危坐 淡淡道 没什么意思 刚刚我已经说了 今日我是以宋某的身份前来 便是为了朝中监察的正事 何端怒气冲冲地瞪我半赏 最后还是不得不软了语气 我知道你不喜欢果氏 可他们家与我们同气连之 若是他们倒了 我们何家必然会受影响 权力真是个好东西呀 监察微压下 当初把我逐出家门的父亲都软了口气 对我说我们何家了 我母亲去世后 最有希望扶正的妾是因为在葬礼作妖 被我割了舌头 送到乡下庄子自生自灭了 不久后 我父亲续取了果氏女 虽比不上我外祖家显赫 但在朝中也有势力 很快果氏就诞下了嫡子 彻彻底底地把持了何家 想当初我决心出去搏一搏 也和他在府中日日下软刀子有关 而如今果氏的弟弟挪用府库钱财 他的父亲刻意帮忙遮掩 被我手下的人抓了把柄 证词都在这张纸上写得明明白白 父亲既然说到何家 那今日就是把我当成何家的女儿了 没等何端脸色缓和 我挑眉道 既然如此 父亲应当与我同气连之 又或者说 何家 齐家 还有果家 都应该与我同气连之 图穷笔现 何端豁然起身 你的意思是 让果家来站队三皇子 他的脸色彻底变了 这才是你今天来的真正目的吧 入朝为官后 我的野心并未满足 一朝天子一朝臣 站好队 才能不断往上爬 永保家族繁盛 然而 比起朝中呼声极高的皇长子和出身高贵的六皇子 我却偏偏选择了存在感极弱的三皇子 是典型的烧冷灶 何家和齐家在这场夺敌之战中都没有插手 可据我所知 果氏的弟弟果蝇 暗地里接触了几次皇长子的人 父亲 我今日来找你 就是看在何家血脉的份儿上 要保果氏一次 要么 他们站到我这边来 要么 我就只能做宋建金应该做的事 监察百官不法之行 并且 排除一己 从和府出来 我马不停蹄地去了三皇子那里 早上还没上朝 他就巴巴地叫人过来传信 让我晚上去一趟 今天要是不去 明天他肯定找我闹 果然 谢长燕正守着一桌子彩 深归怨妇一般地悠悠看着我 宋大人日礼万机 如今终于想起我了 我恭敬地行了礼 对着桌子上的菜摆出一个惊喜的笑 哇! 这都是你给我做的吗? 谢 是身归怨妇 长燕冷哼一声 喂狗的 说完 就针端起一盘 倒给了在地上摇尾巴的软蛋 软蛋狗如其名 能吃且耸 平日抢食谁也打不过 现在得了大餐 撒开欢吃了起来 完了 这大小姐又生气了 我只好扶低做小 委屈地捂住自己的肚子 可是我好饿呀 忙着来见你 连饭都没吃 这话一出 谢长燕的表情终于松动了 一路拉着我进了厨房 热气阴晕 灶上还热着菜 尝尝吧 我心改良了做法 还算好吃 嘴上虽然傲娇 但她还是献宝一般地端出来 烫了手 发出熬的一声 我抓住她的手吹了吹 然后往嘴里塞了一大口 确实是太饿了 然后我也被烫得熬了一声 谢长燕撑我一眼 傻蛋 三皇子谢长燕 先皇后之子 平生三大爱好 做饭 画画和找我 没一个跟朝堂谋略有关的 所以她虽然是正正经经的嫡子 却被大部分人认为性情冥顽不堪重任 更何况她母后去得极早 一开始皇上还对她有几分关怀 可随着后宫新人和子嗣不断增加 她早就成了弃子 她对美食的钟爱 也来源于那段缺一少时的日子 我是在她最落魄的时候遇到她的 彼时母亲尚未去世 我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两姓贵女 莫说是几个欺压她的奴才 就是公主来了 我也不怕 此后 我每每进宫 都会悄悄去看她 给她带很多东西 再收拾了欺负她的人 改头换面之前 我又给她出了主意 使了些装神弄鬼的把戏 让她成功搬出皇宫 独自立府 谢长燕性格傲娇 缺乏杀伐决断的气势 对争权夺利并不感兴趣 的确从各个方面来看 都不是好的储君人选 可我也就看上了这一点 一个信任我 依赖我 本身又没有太强决断力的皇帝 正适合我玩弄权术 把控朝政 吃得差不多 我开口说起了正事 过几日陛下寿宴 进宫的时候 还有一件事需要殿下去做 谢长燕拖着腮 专注地看我吃饭 文言只是嗡了一声 六皇子出身高贵 母妃得宠 又是世家贵女 前朝后宫皆有助益 皇长子居长子身份 养母又是后宫资历最老的得妃 如今后卫空玄 她为同父后 前朝有我撑着 但这后宫你也不能没人 贤妃身居非位 虽不算圣宠 但得你父皇爱重 为人聪明 素来懂明哲保身的道理 却又无子嗣 正是合适的人选 如今我掌监察之权 其家有兵权 和家长财权 在政令上缺少势力 贤妃的弟弟在中书省任职 正好可以填补 这段时间 其家的宗室女已经与贤妃多次接触 已经差不多了 你到时候也不须多说 剑上一剑就好 我絮絮叨叨说了半天 谢长燕又嗡了一声 我放下筷子 凑到她近前看她 我知道你不喜欢争权夺利的这些事 我这样 你是不是很不开心 谢长燕收回手 摇了摇头 没有 说谎 我轻轻撑她一下 抬手想哄哄她 却被她一把反握住 我没有骗你 我确实不爱权 但我爱你 只要是你想要的东西 我都会帮你得到 皇帝的寿宴上 歌舞声停 热闹一如既往 然而 刚刚后殿发生的事情 已经传到前朝百官的耳朵里 不知今日皇六子送了什么东西 竟然触怒了皇上 不仅他本人被赶回府中 忧必思过 就连他一向得宠的母妃都遭了斥责 被禁足宫中 百官看似贺寿 实则各怀鬼胎 心下揣测 皇长子和六皇子这场斗争 终究是皇长子占了上风 这个结果我并不意外 在诸位皇子中 皇长子是出身最低的那个 能一路成为夺嫡热门人选 又给自己找了那么强的养母做靠山 其心计手段可见一斑 而这也意味着 我在幕后操纵的这些厮杀 终于要走到台前了 果然 两个月后 皇上下诏 加封皇长子为太子 得妃尽贵妃 行六宫事 东宫出力 百官自然都要庆贺 我自然也要前往 宴席要结束的时候 太子命人成了行酒汤 侍女不慎 将一碗汤都洒在了我身上 侍女的求饶和身旁官员的关切声同时响起 我心中却一颤 看向上手的太子 太子面色没有任何异样 吩咐侍从引我去后院 找一身干爽的新衣给我 我不信世上会有这么巧的事 施礼道 殿下不必麻烦 既然宴席已经要结束了 臣回府更衣即可 太子却把我堵了个严严实实 从东宫到宋府尚有一段距离 怎好让宋大人穿着脏污的衣服施着回去 岂不是显得本宫磕待臣子 话说到这份上 我当然没法推辞 只得跟着侍从下去更衣 我让侍从放下衣服就退下 他关门离开 我对着衣服却迟迟没敢动作 我站队三皇子的事情 知道的人不多 而我的身份更是隐秘 太子这样的动作 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呢 我本想只换外袍 却发现这汤坡得实在精巧 从缝隙把礼仪也沾湿了 可若是动了礼仪 宋大人怎么还未更衣 忍得了这样的脏污吗 我正思存着 太子的声音突然从门外响起 下一秒 他竟然直接推开门走了进来 我回过头 后退几步 语气冷硬 殿下虽贵为东宫 可在臣子更衣时闯入 怕是不合礼法 不知道的 还以为殿下作风不正 姓好难封 太子轻笑一声 突然逼近 一把揽住我的腰 孤好不好难封 宋大人难道不知吗 我刚刚已经吞了外袍 现下他却伸手 要解开我的礼仪 我一把推开他 殿下自重 所幸 太子没有与我继续纠缠的意思 反倒是退了一步 但笑道 宋大人的礼仪 比寻常的领子高了不少 是为了遮住不存在的喉劫吗 他果然是冲这个来的 我低头道 前厅还有诸位同僚 臣先退下了 宴席已散 他们都已经走了 稍后 姑派车架送你回去 不必担心 和小姐 话说到这份上 我也不用再装傻冲愣了 直接说道 殿下既已知晓 为何不直接告发我 让陛下 致我欺君往上之罪 太子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匣子 放在桌子上 送大人莫荒 姑并非恶意 只是想送件东西给你 我警惕地打开匣子 里面放着一个玉坠 上面刻的是 谢志 上古神兽 公正与权力的象征 是我的顶顶头上司 欲使忠诚才能使用的图案 殿下这是何意 太子不答反问 宋大人不喜欢这份礼物吗 姑明知你是何家千金 却叫你宋大人 是因为姑知道 比起做何家后宅的千金小姐 你更喜欢做朝堂上搅弄风云的宋大人 刚刚你问 我为何不告发你 可姑为什么要告发你 一个聪明、能干且有野心的人 本宫从不在意他是男是女 适合身份 他向前两步 把我逼到桌边 姑只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选姑 反而去选我那个整日只知道刨除之事的三皇帝 我一只手向后扶住桌子 谢长颈低下头 只是我的眼睛 明明我和你才是同类人 我闪身 从逼坐中钻出来 施礼道 殿下说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陈时君之路 忠君之事 从无结党营私 更莫谈 选哪位殿下这种无稽之谈 我躺在床上 暗暗私存今日之事 谢长颈听了我 有意搪塞的话 没多说什么 派了东宫的车架 送我回来 我把那谢致玉坠检查了几遍 没发现什么可能害我的机巧地方 便暂且放在暗阁里收好 他选择不告发的心思 我大概能推测出来 毕竟我身后靠着何家何其家 想要一举拔除并不容易 若是一击不中 被两家反扑 谢长颈这个太子之位恐怕都要动一动 可反推一下 若是能招揽了我 不仅得了我这个朝堂注意 还有两大世家的连带支持 简直是一举三得 只是他招揽的方式 耳畔仿佛还留存着他温热的气息 堂堂的太子殿下 招揽人才还需要卖身吗 胡思乱想了一通 我总觉得忽略了些什么 但实在抵不过困意 沉沉入睡 直到第二天 安排在谢长颜身边的人给我传信 说谢长颜在府里闹 一哭二闹三上吊 他们实在是拦不住了 我这才恍然想起来 谢长颈大张旗鼓地用东宫车架送我 肯定满京城的人都知道了 让谢长颜知道这种事 可还了得 果然 这醋坛子炸了 饭也不做了 话也不话了 一副我再不去哄 他就当场上吊给我看的架势 吓得我下潮之后 劈了个马甲 溜到他府里 又哄了半赏 心好累 萧维跟着我多年 现在被我派来看着谢长颜 谢长颜不介意我这种明目张胆 派人盯着他的行为 反而把萧维当个好用的传声筒 一想见我就去霍霍萧维 然后我就得屁颠屁颠赶过来 萧维也发出了疑问 大人 其实比起三殿下 太子他吞吞吐吐 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明白他的意思 谢长颜一天到晚像个娇小姐一样 半分心思都不放在权谋上 实在不像是储君人选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太子当然是个更好的主公 前提是决心屈居为臣 萧维眼神一晃 大人 我笑了声 别怕 我还没有改朝换代的想法 只是想做什么样的臣子 还是有讲究的 萧维拱手失礼 无论如何 属下都永远效忠大人 结果豪言壮语抛出去不到一周 我就遭遇了官场的最大危机 我被弹劾了 弹劾我迅思舞弊 明明收到检举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将谭大人正在贪末一事压下 这件事我有印象 当时也派人查了 最后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风荡了 可谭和我的官员言之凿凿 甚至人证物证俱全 一口咬死我迅思枉法 这样齐备的准备 怕不是一日之功 我微微偏头 对上我父亲轻轻摇头的动作 懂了 这是看中我何家门生的身份 借此向何家发难 这是世家大族的轻压 弹劾我的这个人背后也有世家支持 我父亲此时无法开口 江池间 谢长景突然走了出来 父皇 而臣以为宋大人为官多年 一直兢兢业业 从未出过任何纰漏 此事时隔已久 说不定有什么误会 御史台素日事务繁忙 现在就催逼宋大人对质 对他不公 不如给宋大人几日时间 让他回去翻找卷册 理清因果 自证清白 到时才知谁是谁非 太子一开了口 无疑为两大世家对质的局面加了极重的砝码 我瞬间反败为胜 占了上风 皇上点头允诺了 此时我已经无心揣测太子的想法 在门口向他道了谢便匆匆赶回御史台 无论如何 我都要找到蛛丝马迹 不能成为世家相争的炮灰 再加上 我父亲对我围观这件事一直态度冷硬 我也怕他背后捅我一刀 借机把我从官场上讨喜下来 晚上 我的书房亮如白昼 刚刚训斥了两个手下 把他们赶出去 怎么生这么大的气 谢长颈一身便装 从外面走了进来 殿下大驾 臣有失远迎 我起身行礼 被谢长颈扶起来 怎么才几日功夫 就消瘦了这么多 他关切地捏捏我的胳膊 从身边人手中接过食盒 东宫的厨子还不错 你试试 我没有心思吃 只勉强咬了一口 被谢长颈按在座位上 抢逼我 又拿了一块点心 我一边咬着点心 一边听他说道 这几日 我派人去查探了一番 虽城那边的周牧 是我的人 当时你派人查探 我找到了些人证 另外还有一些东西 你可以看看 我接过他手中的证词和物证 刚看过一页 忽然外面又传来了吵闹声 殿下 三殿下 容在下通传一下 谢长颜怎么也来了 我心中一惊 下意识地站起身拉了柜门 委屈太子殿下先躲一下了 刚说完 我对上谢长颈嘴角的玩味笑容 恍然意识到 这怎么有种被抓奸的尴尬感呢 幸好谢长颈没多说什么 只是挑眉一笑 就自觉地躲了进去 甚至优雅地理了李一百 躲进去的姿态都格外端方 与此同时 门外人终究是没拦住谢长颜 门嘎吱一声 被他推开 谢长颜带着个小斗篷 嗖的一声窜了进来 他手里也拎着个小石盒 傲娇道 我一猜你就没好好吃 话没说完 他看到了我桌子上摆得吃的 点心的精致程度 一看就不是出自我府中厨子之手 他冷冷地盖上了自己的石盒盖子 哦 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宋大人魅力无双 总有人巴巴地送吃得来 这点心用了多少心思 这样精致 我做得终究是拿不出手了 在柜子里的谢长颜 笑出声来之前 我一把夺过石盒掀开盖子 掏出一个就咬了一口 旋即眼睛一亮 我最爱吃的龙颈酥 谢长颜捕捉到我的眼神 也有了笑意 哼哼唧唧地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都扫到一边 谢长颈带来的点心都掉在了地上 对上谢长颜危险的眼神 我一生不敢知 谢长颜得意地把自己食盒的东西摆出来 语气傲娇 在了解你口味这里 我可不是外面的也男人能比的 行了行了 我看他越说越离谱 抬手推他 东西送到就快走吧 快走吧 我要是查不清这件事 你就得拿点心给我上供了 谢长颜扒着门框耍赖 哪里有这么夸张 怎么没有 我靠在门框叹了口气 草原上的狼强悍吧 可他知道 一旦他受了伤 各种野兽都会抓住这个机会把他撕咬纷石 我也不例外 这话说服了谢长颜 他收了手乖巧走了 谢长颈从柜子里出来 笑容微妙 我看出他笑容中的嘲讽意味 大概是说谢长颜不过就是这样一个没有野心的废物 和他有什么可比性 我在心里吃了一声 见他抬手捏了个点心看了看 笑道 我确实不知你的口味 可我能给你解决问题的东西 他向我靠了一步 摸了摸我的脸颊 早点休息 万事由我呢 说完 他也没再多停留 转身离开 我立刻冷了神色 叫来手下把东西扔给他 大人果然没猜错 行了 让大家都休息吧 演了这几日灯火通明 蜡烛的钱我早晚要从他身上讨回来 有了谢长颈给我的证据 弹劾仪式很快查明 不仅证明了我的清白 皇上还赏赐了很多东西安抚于我 然而一个月后 后宫出了大消息 德妃报病 后宫由贤妃主持事宜 谢长颈在御史台堵住我的时候 脸色脆了冷意 宋大人这是要和我斗到底了 我歪头一笑 毫不畏惧地贴近他 太子殿下不是说我们棋逢对手吗 既然是棋逢对手 当然是要对着下棋才有趣 谢长颈目光深深 突然笑了出来 好啊 既然如此 孤便奉陪到底 此日上朝 谢长颈突然开口 父皇 儿臣有一事 想求一求父皇的恩典 儿臣已至娶亲的年纪 但太子妃为一直虚弦 素文和大人友谊爱女 才貌双全 品性无双 儿臣想借这个契机 求父皇赐婚 也好给抱病的母妃添些喜气 我悚然一惊 和父亲双双抬起了头 我没想到 谢长颈竟然选了这样一个釜底抽薪的法子 这招太阴太狠 我甚至一时都没能控制住情绪 父亲匆忙站出来 陛下 微臣的女儿身体不好 近几年一直卧病僵养 实在不能担此重任哪 为了掩盖我的身份 从我改头换面成宋建经开始 和小姐就一直对外宣称得了重病 卧床休养 由此推了所有的应酬 还没等皇上说话 谢长颈继续追击 前几日在经中偶然碰到和小姐的车架 虽带着墓离 但疯自一态 着实令人目眩神迷 窈窍淑女 君子好求 而臣轻暮之心 可昭日月 我心中一动 谢长颈这话不仅是说给皇上的 也是说给我的 好一个软硬兼施 借求亲向我施压 又借这些话向我示好 刚刚他在撒谎 可我们却没法辩驳 当今之事 讲究文采风流 谢长颈这样的话 无疑迎合了一时风潮 朝中大臣都露出了笑 就连皇上也笑了 很少见我儿如此心动啊 到最后皇上虽然没有立刻下旨赐婚 但也准许谢长颈尝到和福往来 这就相当于奉旨求亲了 这样一来 除了嫁给谢长颈 我无路可走 谢长颈这招果然够狠 只是没过几日 京中渐渐起了何家小姐不愿嫁给太子的流言 有人听到何家小姐在寺庙偷偷哭泣 楚楚可怜 甚是凄惨 谢长颈用手指勾着我的头发 笑道 你该不会以为 靠这些流言就能取消你我二人的婚事吧 我把头发从她手中扯回来 美好气道 你管我 死马当活马医不行吗 谢长颈哈哈一笑 抬手在我头上插了个发簪 俯身道 我还是觉得 你女儿装的时候更好看 做我的太子妃 你会开心的 目送她志得意满地离开 我的表情逐渐恢复平静 我脸上的怒意不过是装出来的 我越生气越乱阵脚 谢长颈就越会觉得胜券在握 我的下一步才会顺利推行 僵持了小半个月 谢长颈邀和家小姐同游 何家小姐头戴木梨 缓缓上轿 多谢殿下 何家小姐接过谢长颈递来的点心 笑意盈盈 谢长颈一含情默默地握住她的手 下一秒用力钳制住她 你不是她 你是谁 假冒我的那女子奄然一笑 袖底闪出几根银针来 轿子狭小 谢长颈躲避不及 被对方杀招压制 轿子外的人意识到不对 赶紧落脚先帘 与此同时 谢长颈抽出袖剑 一把刺过去 然而谢长颈没想到的是 那女子不躲不闪 在帘子掀开的一刻 反而迎上去 被谢长颈的剑刺中身体 正是市井 人群蹊嚷 看到鲜血喷涌的人顿时发出惊叫 街上大乱 谢长颈脸色大变 她终于意识到 中了我的计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不到半个时辰 何家小姐被太子当街赐此的消息就传遍了京城 再加上之前何家小姐不愿嫁给太子的传言 众人纷纷认定 太子看重何家小姐 步步紧逼 强取豪夺 可何家小姐坚决不从 太子恼羞成怒 竟当街将她赐死 此事非同小可 我父亲直接跪在了大殿外 常跪不起 太子当街杀死大臣之女本就是严重的事 更何况 何家小姐还是两大世家联姻的唯一贵女 更有趣的是 奉命彻查这件事的人 有我一个 谢长颈看过人证物证和武作的说明后 自嘲一笑 宋大人真是神通广大 布局严密 我也笑了 归中小姐不便见外人 出门碧带墓离 见过何家小姐真面目的 能有几个 有人假冒何家小姐行刺太子 太子若是真死了 何家齐家都要受牵连 这样一个一箭双雕的计谋 你一定会以为 她就是为了要你的命而来 谢长颈颓唐一笑 你算准了 我会以为她是真刺客 会下狠手 可我却没想到 她就是为了送死而来的 而在世人的眼中 她就是何家小姐 我轻轻歪头 是啊 在我眼中 她也是何家小姐 那个被束缚到连婚姻都不能做主的何家小姐已经死了 如今留下的 只有在朝堂上翻云覆雨的颂见金 这件事闹得很大 唐和太子的奏折像雪花一样涌上来 时至今日 谢长颈才知道 我手中的势力 原来已如此多 谢长颈被废太子位那日 我特意为她解答了疑惑 除了世家大族 朝中也有不少恪守礼法的老臣 不看才能 不看得闲 只拥护正统的嫡子 我就抓住了这一点 把他们都收入了手中 而他们最擅长的也就是以死相逼 上言劝谏 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天我刚带人查封了国府 傍晚我父亲就来兴师问罪了 后面还跟着眼睛通红 看样子刚刚真情实感地表演完的夫人果世 我坐在那里 漫条丝里地喝了口茶 我乃施欲使 行监察之权 国家父子不法 被我查到 奉命积压 有何不可 我父亲捧着脸 你别跟我打官枪 果世更是乌乌叶叶地冲上来 我知道你对我有愿 你冲我来就好 要杀要寡都随你 可是如今国家与何家同气连之 你这样不是坑你自己的亲生父亲吗 我没有离过世 而是看向父亲 父亲在朝堂多年 看事情比我明白 如今世家大族权重 可再怎么样 也越不过皇权去 为着世家大族的事废了太子 皇上已心生不快 只是碍于其家和何家世家权势 无法动手 可这根刺扎下去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这个时候 如果何家能拿出诚意 自断一臂 便可安抚军心 我作为何家门生 带头检举何家联金 这便是何家给君主的诚意 我父亲脸色变了又变 仿佛是第一次认识我 你早算清了这一切 借着这件事 借力打力 扳倒太子 利用何家 事后再趁机铲除国家 又逼我无话可说 为了何家利益 只能舍弃国家 真不愧是我的好女儿 好手段 我轻笑 父亲谬赞 我把目光投向满眼怨恨的果实 当年你刚刚进府 就迫不及待地打压我 甚至想把我嫁给京中有名的渣子 为你的嫡子铺路 之后 又把我的身份卖给谢长景 两头下注 当我不知道吗 我转头向父亲 父亲 我与他 已经是不死不休 今日他若活着回去 并会将我的身份散布出去 给我们都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父亲何果氏脸色都变了 你敢 啊 果氏的一句 你敢尚未喊完 已被我一刀穿透 何果氏 咒闻母家贪污行贿之事 大为惊骇 自认连累夫家 无言见人 自呛谢罪 由此 父亲和他几个孩子的名声都能保住 父亲看着我 嘴唇颤抖 为了他的孩子 他也不会说出去 你何必 我拿手绢将手指擦干净 因为我从来都不会放一条毒蛇龟山 父亲不必担心 如今的我 已经足以把后面的事情料理好 你只需要按我说的做就好 谢长景被废了 皇上一直没有心力太子 可能在皇上心里 谢长景实在是不成器 然而他的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撑他继续考察下去了 春烈的时候 他的马匹受惊 皇上竟一头栽下马去 皇上病危 然太子未立 谢长景作为前太子 一样拥有很强的号召力 京中风起云涌 终于到了最后一战的时候 据密报 谢长景集合了不少兵马 怕是要有所动作 除了舅舅 还有另一个人也是我可以争取的重要注意 外祖父 外祖父手握虽成兵权 离京中不远 只是在我进入朝堂插手夺敌初期 他就明确告诉我 他绝不会参与任何夺敌之争 可此一时比一时 我还是找上了他 外祖父满眼都是逐客的不耐 可我知道 若真是不想插手 他现在都不会见我 外祖父 谁说只有儿子才能传承其家 我身上流着的 也是其家的血 待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一日 我的后代 后后代 每一代身上 都是您的血脉 外祖父身为骑士家主 关心的只有骑士的未来 之前他觉得我不过一介女流 但却也没有阻拦我到朝堂上搏一搏 如今已经到了这样的关键节点 我身上骑士血脉的话果然触动了他 我乘胜追击 外祖父 别人都说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算不得自己家的人 可是我掏出匕首 直接在掌心一划 将血挤入命人准备的一碗水中 我的血 永远可以与骑士的人相容 我们就是血肉至亲 我身上 也一样肩负着骑士的兴衰荣辱 有了外祖父的支持 我的胜算大大提升 然而我却收到了谢长颈贴身暗卫送来的一封密信 第二日 我照常从建安道上朝 流史突然发出来 涉到教夫 我也被摔下来 旋即被几个人围住 退下 谢长颈关切地几步走过来 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 谢长颈皱眉道 我不是命人给你传信 说建安道有埋伏 让你不要过来吗 他眉眼焦急 面带怒意 我看向他 你明知我拥立的是三殿下 为何还要把埋伏的地点告知于我 谢长颈叹了口气 轻轻抱住我 不管你信不信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喜欢道 明知你选的不是我 却还是想护着你 我一抬手回抱住他 谢长颈 我声音颤动 似乎大受感动 谢谢你 明年的今天 我会给你上坟的 谢长颈脸色大变 然而早已来不及 我拿刀尖抵着他 缓缓从他的怀抱退出来 同时大声喝道 你们现在放下武器 便可留条性命 若继续往前 我就先杀了他 他的手下纷纷不敢动弹 我握住短刃 再次开口 来人 皇长子谢长颈意图逼宫谋反 拿下 皇上驾崩 心地登机 我疲惫地走进去 满脸都是怨气 为了你的登机大典 我忙里忙外这么多天 好不容易结束了 你又把我叫过来 累死我得了 我撩了撩外袍 直接一头栽倒在谢长颜的龙床上 后者则颠颠地搬着个小几岸 把小点心和茶水都递过来 我找你 是想让你传我的诏书 中书令大人 这是你的分内之事吧 谢长颜加封我为中书令 掌中书省 手握诏令和策划国政大权 这么久了 诏令都是我自己你自己发的 谢长颜从无意义 这还是他第一次提及 想发一道诏书 我起了好奇心 只起身子靠在床头 一边吃点心 一边看他写诏书 待我看到诏书上的字 不由得惊讶 谢长颜唯一发的诏书 竟然是要赐死谢长颈 他傲娇地抱着手臂 他意图逼宫谋反 暗律不应当处死吗 我审视地看着他 才不信他这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收了诏书 不置可否 等我站起身要走 谢长颜乍毛闹道 朕不管 朕就要赐死他 谁让他蓄意勾引你 你是不是喜欢他了 你是不是不忍心 你要是敢收了他 朕就 朕就他支支吾吾半天 最后吼出惊天动地的一句 朕就上吊给你看 尾声 我诗里 接了诏书 奉命堵死了谢长颈 几日后 我从皇宫晚归 谢长颜最近又新学了画人像的法子 扯着我要给我画画 又被迫和他撕闹良久 才脱身回府 扣动书架的暗阁 缓缓出现一个密室 密室中烛火还未熄 一人正靠在榻上看书 手脚都被附了淫炼 是对外已经被堵死的谢长颈 她的目光掠过我脖梗间的痕迹 冷笑一声 谢长颜又找你胡闹了 我勾唇浅笑 隔着书册挑起她的下巴 怎么? 吃醋了?当年你做局 先派人弹劾我 又挺身而出帮助我 一出英雄救美的大戏 便以为我会动心 我逼近她 手指划过她的脸颊 其实太子殿下大可不必 这张皮囊 我已经很动心了 只是太子殿下说错了一件事 比起扶持你上位 我可以做你的皇后 我更想自己上位 收你做男宠 我有权力 什么男人得不到 我凝视着她的眼睛 倒映着彼此的身影 我要权也要你 谢长颈手中的书册落地 密室烛火摇曳 早不知深夜几何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